出一個好球 打到了第一戰要考驗江坤宇 行進階的傳球比賽結束 這一戰打完了12級打好打滿 今天這場比賽的那個張力比較大 兩隊都是拍王牌投手出來投 我相信我們兩隊每個人都知道說 那個戰況比較膠著 大家都是爭上半季冠軍去比賽 所以今天的張力比較大一點 威城就是球隊的隊長 他也帶領著球隊扮演了一個很好的隊長 在球場上他的拚勁也是十足的 覺得有他就有安心感 好來看一下這一球3A手真的過去 球打上去的時候一開始我剛起跑的時候 我是認為離我有點遠 但是既然都跑了就不要放棄了 然後我就也有點運氣比較好一點 他沒有接到 剛要上去的時候 奇哥在旁邊就告訴我說 要相信自己 然後看輕鬆什麼之類的話 要對自己有自信的話 對然後一直 行李一直告訴奇哥說自己可以的 其實他那一顆打得也滿扎實的 然後還有剛好打到首輩位置那邊 還滿幸運的 小黑他就是一直以來都是滿穩定的 那我們教練團當然是信任他 他才會那時候派他上去嘛 那他也是表現得很好 然後讓教練團覺得 嗯他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投手 在危機的時候也有辦法穩定下來這樣 最後一往外角的變化球 讓郭富林揮棒落空 剛好球了 球出領先 然後不說要一個變化球 然後在那個局面的話 就是自己很亢奮 就是擔心有一個不小心 可能被他靠到一隻 長大之類的 然後就三勝他的時候 可能怒哄這樣 實在是場上一個壓力 然後喊出來這樣 我後面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有點朝著他吼這樣 其實我是朝著骨手的方向 這樣 大家都滿辛苦的 都有咬住 那我們比較可惜的是 是在第八局 對有 有一個 嗆死 然後 打者又是我們的第三第四 然後接連的 都遭到對手的壓制 這兩個打席真的是今天的關鍵吧 對啊 真的比較可惜 但 嗯 他們本人也是覺得滿傲難 那放球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那之後就 還會告知他們說 那一種時候應該 不要一直想要建功嘛 你還是要選球 對 就是勝這幾場比賽 我們一定會 更努力 然後不放棄 對 因為 快要拿到手了 對 我想 我想大家 大家的屏障 大家都看得到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桂桂 大家一定也都非常想念 在球場的時光對不對 現在終於要復賽啦 期待我們在一起 在球場相見的日子喔 讓我們一起再為 忠信兄弟 加油